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羽鳳叔 相信昨天更新之後啊已經有很多人看到現在多了一個單人遊戲的任務 就是要來擊敗這個皮喵泰啦 來瞭解一下要怎麼擊敗這些皮喵泰然後累積點數去獲得這些全部的獎勵 首先偶像大師灰姑娘的活動 就是要挑戰打這些各色的皮喵泰啦 然後這次的皮喵泰的話還蠻..算是可愛嗎?萌可愛嗎? 但是看久之後又覺得有點討厭 然後他每一隻都有獨特的他自己的配音 其實意外的還用心欸 這個金貝啊感覺還比加密爾多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這次的對手有皮喵泰 粉色皮喵泰還有黑色皮喵泰跟金色皮喵泰 每一套的牌組都不太一樣 尤其是金色皮喵泰 金色皮喵泰總計會有三種牌組去做一個輪替 那打這些皮喵泰獲得點數就是分別是 皮喵泰是150 粉色皮喵泰是200 黑色皮喵泰是300 金色皮喵泰是1000 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只要你能夠在活動中啊 打到15000PT就OK了 等於說啊你很不想動腦 說到底每一套的皮喵泰要怎麼打 又不想照著這次官方的規則 去快速累積點數的話 你就一直狂刷就是黑色皮喵泰 是CP值最高的 只要當你就是掌握怎麼打他的那個要訣之後啊 你只要組一套牌 然後狂打那個黑色皮喵泰的話 一直霸凌他一直霸凌他 你只要打個50次 你就可以解完這次任務 然後充實之後 你在這段時間啊都不用碰這個任務了 真的一天就可以直接刷完了 當然如果你想要比較就是 省事不要花那麼多時間的話 你可以照著他的任務規則走 那我們就一一來看一下有哪些規則囉 首先前三隻的皮喵泰啊 我們就先跳過 然後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超級金色的皮喵泰啊 他是有分就是說 每一段時間的職業牌輪替是不太一樣 你可以依照他的那個職業去玩的話 可以獲得額外的加成 那如果你自己對牌組構組比較有信心的話 就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依照他推薦的職業去 去選擇破關的話 你累積點數會比較快 那最主要會有三套的牌組 他昨天有一套就是 高階版的連擊型的牌組 那一套的特點就是說 皮喵泰 金色皮喵泰會在低費的時候 打出 烈奧尼達然後是一費的 他如果成功死掉的話 就會跑出烈奧尼達的一日 等於說 非常關鍵的一張牌就是 串奴的絕節 你可以直接把他偷過來用 或者是你直接不要理他 一直灌他的頭 然後用即時牌組把他輾過 那他在中後期的時候 會開始用拉拉 然後一直葬阿公葬阿公 然後各種各式各樣的阿公也出現 這是他比較煩人的地方 所以說我覺得最好應付的當然就是 串奴姊了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天 也就是今天 今天的話是快攻型的皮喵泰 我覺得快攻型的皮喵泰算是很好打的 你用吸血鬼皇家或主教啊 剛好又搭配到這次的活動 都是非常的OK 甚至就是說 你只要去選上 像是主教選上 東東一骨雞 然後你幾乎就贏了 然後如果你是皇家 你只要後手的時候 有辦法進流也是 頗好打 那等等的話我會再 分享一下就是簡單的牌組 反正對上快攻型阿 你就是把所有看快的牌都放上去 最後一道就是控制型了 控制型的話明天才會揭曉 所以說我之後還會補一段小的影片 就是說 控制型皮喵泰怎麼打 誰這邊就進行期待 這邊就先跳過了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 最主要的任務的部分 首先公通的任務這邊有 就是對戰獲得30勝 這個其實不用去召集結啊 你就隨便打都可以打完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擊敗所有皮喵泰 你要稍微去打掉那個精神皮喵泰 其他三種皮喵泰的話 都算是蠻好解的 對 還有就是對戰進化中50次 這個是最好解了吧 最後一個 將三種牌組的皮喵泰各擊敗一次 這個應該也是對於比較常玩的人 牌組比較起來講的話 是非常難以達成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皮喵泰吧 最重要關鍵的任務就是這個 使用主題牌組獲得勝利 等於說 你就去牌組對戰當中啊 去選擇說 在這個第三個先行牌組這個裡面 然後 拉到下一頁就有一套的那個主題牌組 就在這裡面隨便的選一套 幾乎啦 我是覺得能打不過的機率還蠻低的 然後我這邊可能會比較推薦就是 皇家龍卓或者死靈都還不錯 其他的話我是沒有進行測試 因為這個第一陣皮喵泰真的是非常好打 一次就可以能夠解完這三個任務 就是10回合以內獲得勝利 還有以自己主戰者的生命值為10以上獲得勝利 粉色皮喵泰了 他的任務分別是 以使用5次以上的法術牌的狀態獲得勝利 以雙方戰場上以變身的卡片裝數為5張以上的話獲得勝利 還有以自己主戰者的生命值為20以下的話獲得勝利 其實這些皮喵泰的任務啊就蠻建議就是 如果你無法一次解到3個的話 你就直接分2次解 甚至會比一次解到3個還花更少時間 那如果你真的是跟我一樣很貪心的人喔 我這邊就分享就是說 因為這個粉色最重要就是 要有變身5次以上 那他本身的粉色皮喵泰 他會去使用墮天這張牌 他把你的護符或者是從這邊墮天 也算是累積次數 再來其次就是他也會使用 其次的話也會使用一張的叫做梅蒂亞 他會使用他的進化石效果把你的護符 或者是從這變成霓神居相 這個也會算是次數 所以說其實你自己也不用帶到特別的多 就是帶滿說5張以上的變形 你這樣能撐到後期他幾乎也會丟個多少幾張的變形 也可以依靠一下電腦然後幫你解一下任務 那這個粉色皮喵泰能夠變形眼牌大致上有這些 那其中最多的就是用巫師了 巫師真的是比較好解一根 你可以用冬之女王祭典把他變成雪人 也可以用一些法術把他變成霓神巨像 甚至就是把他變成老鼠用變形雷姬 甚至是連這一張的救急霓神巨像 都可以算作是變形素 這樣能滿足他的條件然後他會自動變形 那我自己比較玩得奇葩一點 就是我使用冬之財寶來做一個變形 那注意就是這個粉紅色的皮喵泰他的變形 是只要累積變過5次就行了 不是同時間廠商要有5隻 你只要有辦法就是多回合結束幾次的話 重複的變形啊都會算是次數 很簡單的方式就可以你直接去查看 左邊那個列表打開 你可以知道你到底刷了幾次了 反正打粉色皮喵泰啊 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你除了滿足次數以外 你要保持在20點以上 所以我選用了就是龍族大廚啊 還有葉卡逆努啊 還有美食天神 直接5個美食美食 直接5張的美食牌 然後來幫我自己補血 那我在跳費之後 我可以用哥布林陣列 然後幫我人強化酒這個效果啊 直接刷5次的進化次數 幫助咒死啊 奶更多的血 那龍之財寶要注意一個小小的要點就是 不要把場面給卡完全卡滿 如果你卡了4張的 88的地獄火魔龍的話 你有可能無法下出葉卡逆努來做個補星 那你就有可能解不到第三個任務 這邊就是我分享這一套的粉紅色皮喵泰牌組 那如果大家對於粉色皮喵泰有什麼樣的牌組的想法 或者是覺得你的牌組特別的好 解的特別的快的話 你就是直接加入迪斯科群組 跟大家討論分享 我有設一個就是 專門的皮喵泰的討論的頻道 你可以在裡面看他的牌組 再來就是第三個 黑色皮喵泰 他要以破壞10個以上的敵方蟲的狀態下獲得勝利 這個算是還蠻簡單 要稍微記住一下就好 然後第11回合以後獲得勝利 就是你要剛好是第11回合以後 不是第10回合當回合 還有11回合以後 然後再來就是以使用三張以上的原始消費 7以上的卡片進行獲勝 反正黑色皮喵泰有跟你講 超簡單 就直接用這一套的 9院次元超越巫師去打 非常輕鬆就可以解掉一次三個任務 主要的要點就是他會使用各種的 欸 踢幾手啊還有 加爾拉 以及後期的時候會給你那個 伊達真宗加上波塞盾的8加2 這是比較要注意一點 所以有時候要稍微扣一下你的火炎粉碎數 去過一些打盾 那其舉來講的話 其實你只要能9院 然後超越了就差不多就贏了 其實反正是你要跟他拖 拖到11回合之後才可以 才可以收掉他 這可能反正才是麻煩的點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金色皮喵泰了 金色皮喵泰的話 非常建議就是分開解啦 那第一個任務是 以黃金以及傳說卡牌組進行獲得勝利 第二個是不使用EP的狀態下獲得勝利 第三個是給予敵方主戰者傷害 合計為30以上的狀態獲得勝利 那我這邊因為昨天的皮喵泰啊 我是沒有時間去好好的研究 所以我就直接分享一下大家的牌組 那我就直接上牌組囉 首先第一套的話就是清文分享的可以用來搭 直解第一個任務的話用這套是非常足夠的 第二套這一套的話是由奶茶所分享的一次解掉三個任務 所以說你比較貪心的話可以直接操這套 然後一次解掉三個任務 那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要去用串奪解去投掉對方的 內奧尼達的遺志就會好打很多 再來這一套是由QQ所提供的 征服巫師的皮喵泰牌組 基本上你只要控制的當然情況下 他是一次把三個任務給解完的 再來這一套是由雨童所提供的 他說他用這一套一次解完三個任務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雨童也有一個就是皮喵泰的單人任務的影片 也可以去做個觀看 那麼這一套是由星焰所分享的打皮喵泰的牌組 這套主要Focus在解金虹加上不用EP的這兩個任務 在他Youtube頻道有這套牌組的影片介紹啦 所以你們也可以到他的頻道看看 接著的話就輪到快攻型的皮喵泰 然後我這邊就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用快攻型的皮喵泰牌組是什麼 我自己用的快攻型的皮喵泰牌組是長這樣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點就是 暴虐傭兵菲娜非常的強 最強的就是職障必放 接著哥布林屠殺者露西烏斯 這張牌就看你自己要不要選用 因為快攻型的皮喵泰會選用非常非常多的 遺廢的二血或一血的從者 他非常容易就是把場面給鋪開 那哥布林屠殺者露西烏斯的效果啊 可以入場直接把對方的遺廢的怪全部都炸光 菲娜會是更好是因為 你在後擊的時候你特意去扣進化點啊 可以直接用進化的效果去炸掉對方的精力龍 吃天使之劍啊選滿的用意就是 要直接讓你砍掉異祥妖精龍 他那個異祥妖精龍啊會後期養的非常大隻 你比較難過一點 那我是用快攻型的皮喵泰來解第一個跟第三個任務啊 我覺得這是比較簡單的 那這套的時候還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的後手時然後進流的話 非常厲害可以直接扛出大部分的從者 這張也是非常的關鍵 那你在後擊的時候就要去想辦法去養大尼的景光 因為當你有一隻大怪在旁邊進化的時候 旁邊的景光他有可能會忽視掉 那你就可以做個無限成長 等他長到一定程度之後對方是連結就解不掉了 那接著的話就來分享一下其他人的牌族 那由於快攻型的皮喵泰來 他是完全沒有必殺的從者 所以你這邊就可以直接選上 剛毅卓爵的武士 你只要能用組裝皇 你只要能組裝出來 你的無敵的成... 你只要能... 你只要能成功組裝出來 你只要能成功的在試飛時組裝出 無法被指定的剛毅卓爵的武士的時候 幾乎就可以說這一場就是贏了啦 然後這一套是青魂所提供的組裝皇 你可以依照這個概念去做個調整 再來這一套是... 金鴻版本的快攻型的皮喵泰的克制的牌組 這一套是由QQ所提供的啦 那他說的要點就是說 你要在結尋期的時候使用323的AOE 就是這一張的賽克美特 接著你可以用白雪公主啊 把對方打到剩下的異血 撐到6費的時候開始審判 然後9費就開始肅清 然後接著下光明龍 或者是直接用埃特爾去拉光明龍 剩下10費的時候你直接下加百裂 然後打兩拳 然後遊戲就結束了 輕鬆的打到30點以上就是如此的簡單愜意 然後這套是由QQ7788所提供的 那皮喵泰的所有牌組就分享到這邊了 那下一步還會推出一部 控制型皮喵泰的牌組分享啦 那如果你對於牌組分享很有興趣的話 想把你的精美的牌組分享給大家 也可以在迪斯庫群組裡面 在皮喵泰的頻道轉取啊 直接標註喔 讓我知道那套牌組是什麼 那就這樣囉 我是玉鳳叔叔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點下訂閱關注我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我是玉鳳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